营养师设计的九九康泰和香饭 仙菜多元的全骨杂粮类 加上豆类及蔬菜类 可以替换饭、面、萝卜糕、年糕及发糕等主食 避免摄入过多热量 同时增加膳食纤维等营养素的摄取 七材有余则是选用鱼肉丰富蔬菜入菜 让民众健康更加分 我们针对外做年菜 通常是都有高一点过度加工的部分 我们融入了圆泰以及全骨根基内 还有多蔬食的方式 来纳入我们的年菜的主题设计里面 那当然满桌子的年菜都非常的好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也要顾健康 所以我们特地将肉类建议是将鱼及豆类 加入在我们的年菜的烹调里面 再来就是说我们有设计了一个九九康泰和香饭的部分 是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些全骨杂粮类 融入在我们的年节里面的部分的主食里面 再来就是说我们尽量推广能够用原碳以及健康烹煮的方式 来搭配我们的年节的饮食 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如果在外购年菜的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要有解冻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加入在你们在选购年菜的部分 以及分除年菜的部分里面来让我们的年菜 在解冻的时间有充足的时间再来充足的加热 我们的三道医养科设计的餐点里面 就是掌握几个原则 一个就是健康均衡去平衡外购的年菜 那再来的话就是原菜 然后健康的喷调方式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多鲜多骨类的一个概念 那外购年菜的话 其实大家的选择都很多 那我们在复热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提醒各位我们的民众朋友们注意一下标识 有时候不要它的标识里面是让你直接水煮加热 有些是可以解冻之后再去微波 或者是放在电波里面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些原包中食材 如果直接加热可能会有一些食安的问题 那解冻后充分加热 有些时候标识上它会写 可以及时 有些是需要再充分加热 那为了年节期间的健康跟食品安全 那建议民众在存购外购平台的年菜的时候 多加留意 年节期间其实卫生局同仁都会排定值班 针对如果发生疑似食品重毒事件 会立马进行相关的调查 那其实这边还是在公开宣导 就是我们食品重毒无药的原则 那春节期间一定要洗手 东西要新鲜 生熟食一定要分开保存跟存放 还有在空调的时候不要交互污染 最后刚刚营养师傅主任有再也提到说 要彻底夹了跟注意保存温度 尤其是年节期间大家都会买比较多的一个食材 再放在冰箱 冰箱七八分满就好了 不要塞得满满的 会影响到我们的储存温度 那时间一久 事实上食材其实它的鲜度 就会受到影响 然后以上提供大家产党 营养师透过以蒸煮炖乳 凉拌等烹调方式取代高温油炸 加上低脂的海鲜肌肉或豆制品 取代五花肉香肠等高油高盐或加工肉类 在加入蔬食吃的更均衡营养 另外卫生局也针对年节食品抽验 共检测180件 其中16件品质检验不符规定 还有一件标示不合格 那这一次的话 其实年节会用到的像白木耳 竹参 巴西蘑菇一些即时性的食品 花椒 生鲜肉品的散椒风品等等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十字品 我们的工抽了180件的产品 那有16件是品质检验不符合 那一件是标示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去分析它的品质检验结果 不符合的比率是以白木耳最高 我们总计市面上抽了10件 有7件不符合 所以它的不合格率是70% 待会我会说明原因 那其实是竹参的部分 我们市面上抽了13件 有5件不符合 不合格率是38.5 那巴西蘑菇的部分是抽了7件 那有两件是不符合 那它的不合格率是28.6% 那在白木耳跟竹参 主要是检验出它的农药材的不符规定 那另外的话 有两件竹参跟两件巴西蘑菇 解除的是重基础不符合规定的部分 那有两件即时豆干的部分 是食品添加物防毒剂 不符合我们添加物的一个标准 那刚刚有说到 白木耳之所以它的不合格率高达70% 最主要是因为台北市卫生局这边 针对食药署它在边境抽验的一个状况 有发现就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白木耳 它有一个生长调节期 克美术不合格的记录 所以在这一次年节 我们特别在抽验白木耳的时候 就有加燕就是我们克美术 这样的一个残折的状况 依规定它是不得检出的 所以目前抽出来的七件是不合格的产品 那当然第一时间的 我们都请我们的门市 或者是线上的商店这边先行下架 那可以看出它们其实来源都来自于外县市 所以我们也一起外县市追查 相关的一个进口的源头 那针对农药材料不合格的部分 我们使用食安法第15条规定 同法四次调铁除6万到2亿元可用罚款 那中金属的部分的话是 我们使用污染物质及毒素的卫生标准 它是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规定 那对于物的一个处理 是请它先下架回收 那当然整体的一个贩售厂商 或者限制厂商 它进行全台北全国的回收之后进行销毁 那在我们人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会一併其他几座改善 那如果期间到再抽相同产品 又一样的项目不合格符合的话 就是没有完整改善 会除新台币3到300万的罚款 至于最后一个及时到单的一个实体添加物 是以我们食安法第18条 那不合格的部分 我们是可以除新台币3万到300万的罚款 那在这一次抽烟不合格的调查当中 还是有中间商它没有办法提具 它上有厂商的一个干据跟佐证资料 导致于我们卫生局 没办法去查到源头 那这样的业者 我们会以食安法第47条 才取新台币3万到300万的一个罚款 那至于标示符合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以食安法第28条标示不实 取新台币4到400万的罚款 卫生局提醒选购连接产品时 除了到幸运良好的商店购买外 尽量选择包装及标示完整的产品 此外也应尽量避免购买颜色鲜艳的食品 建议消费者物过量食用加工品 并搭配足量的水分摄取维护健康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